红金宝激动回应与范冰冰关系。 报两人14年前丑闻。 日前,红金宝亮相2012关蓝湖世界明星赛。 被问到是范冰冰。 前爹的时候,红金宝一度显得激动,后来觉得也不过是八卦而已,又大度地露出笑容。 不过她并未再回答任何关于范冰冰前爹的问题。 被问是范冰冰前爹嫌愤怒。 红毯上,红金宝被记者问作为范冰冰的前爹,是否见过范冰冰的男朋友十一时间很是激动,还一连串用了几个反问句回击记者。 虽然并未否认是范冰冰的前爹,但显然红金宝不愿提起此事,她反问记者,谁是我前爹?范冰冰是你前爹?那你有没有见过范冰冰的男朋友?你见过范冰冰的爷爷吗?范冰冰的干爷爷你见过了吗?你也没见过,那你怎么来问我呢? 被激怒的红金宝在反问记者时,表情最开始没有笑容,后来觉得也不过是八卦而已,又大度地露出笑容,化解了尴尬,不过她并未再回答任何关于范冰冰前爹的问题。 老太太秀恩爱,想多吃夫人做的红烧肉。 前段时间,红金宝在内地把妹的传闻传得沸沸扬扬,传闻中的女生还是个电影学院的学生,老牛吃嫩草的传闻令红金宝形象大爹,不得不站出来否认传闻。 昨日,似乎是有一回机之前的传闻,红金宝这次走红毯还带上了当年的港姐冠军太太,搂住太太走红毯,大秀恩爱。 在受访时,红金宝表示希望能再拍一部代表作,让人觉得哇,这个死胖子还行。 同时,他还笑颜想要他的夫人多做红烧肉给他吃。 帮苏尔改名被高人提醒不激励。 开幕式之后,红金宝又和太太一起出席酒会。 谈到即将出生的孙儿,红金宝兴奋地表示原本为苏尔命名红城堡,寓意诚实宝贝又系一座名贵城堡, 但高人提醒隔代成员有宝字不激励,所以我会再另一个好名,天明不知,不过都改了个红不顾。 记者追问会送什么给孙儿,红金宝脱口而出说道,飞机。 旁白的太太有点错愕,连忙补充道,不是了,其实是玩具店买的飞机。 多年前网上爆料,华裔公司的一位经纪人曾透露, 范冰冰的弟弟就是他和某红姓武打巨星的私生死。 当年拍戏时,范冰冰想挤住红大哥的力量进军香港娱乐圈, 而范冰冰以前居住的现代城的公寓就是这位红大哥为他购买的。 对此说法一位自称恰巧与范家住在同一撞楼的网友爆料, 他搬来时就听邻居说范冰冰的这套公寓是红大哥为他买下的。 某电影的一位总监称自己的朋友就最后, 曾透露说范冰冰的弟弟其实是红大哥的私生死。 之前现代城小区门口黑车司机向记者爆料称以前他在搬家公司工作, 曾给范冰冰和红大哥搬过家, 当时他们并不是住在现代城, 而是住在东四环外的经贸国际公寓。 为华裔资深经纪人表示, 范冰冰与红大哥有没有孩子不好说, 但两人好过这在圈里是尽人皆知的事情。 2007年夏天, 有媒体到建龙谢甲剧组下榻的宾馆遁守, 恰好红大哥外出归来, 他进电梯时墙上悬挂的夜晶电视正在播放范冰冰拍摄的广告, 红大哥当时默默地看了好一会。 我们在看看2000年的时候, 范冰冰有没有时间生孩子? 2000年到2001年之间, 范冰冰几乎都在拍电视剧, 而且产量非常高, 乱世飘平, 人间造亡, 爱情宝典等电视剧都是这两年的作品, 那么忙怎么可能跑去生孩子? 另外, 范冰冰跟红金宝是在2003年才合作了电视剧特警飞龙, 时间上对不上。 所以, 范诚诚是范冰冰的私生子是不可能的。 红金宝为何那么讨厌前女儿范冰冰? 提起红金宝与范冰冰这两位大明星, 坊间传闻有助亲密关系, 称范冰冰前爹是红金宝, 更直指她能有今日这般辉煌地位完全靠住关系爬上来。 而对于前爹这两个字, 这些年也被娱乐圈带坏, 成为一个极为讽刺字眼。 也正是借助非一般亲密关系, 传出范冰冰所谓的弟弟范诚诚 其实就是私生死。 娱乐圈本来就是是非之地, 红金宝是演艺圈大哥大级别人物, 范冰冰更是素有绯闻一解之名, 二人在2005年合作杀破狼, 2007年在合作导火线, 作为电影方难免要搞点炫头, 而另一边得范冰冰演艺演艺行都备受媒体与众人关注, 就算想不出点绯闻都难。 就拿前几天冯小刚夸赞范冰冰兄好大来说吧, 本来冯导只是一句随口话, 却引来无数人非议, 此事竟然还成为了热门话题。 借用曾经某媒体记者一句话, 采访别的明星都要绞尽脑汁想标题, 来抓住读者们眼球, 而采访范冰冰就很轻松, 因为她说的每一句话都能作为卖点, 都会吸引很多围观者。 洪金宝是影坛知名大哥, 自己有妻子也有儿子, 不管是为了妻子还是为了儿子, 他都不会做出对婚姻不忠事情, 对于范城城市私生子更是无稽之谈, 范冰冰父母也澄清是老来的子。 这个事情多于很多想生二胎人来讲很容易理解, 以前是没钱或是忙事业, 对于生儿子更是传统, 尽管现在很多家庭对生男生女是同仁, 但是对于生男孩还是占多数家庭。